大家好,我们养蟹爪蓝的话,大家常会选择用这个活龙果枝条来嫁接蟹爪蓝 但是嫁接好的蟹爪蓝常常会发生一个生长缓慢,不长新芽的现象 那么我们要想让你的这个嫁接好的蟹爪蓝能够生长旺盛,新芽春春茂 那么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这几个方面一定要做好才行 首先这个嫁接的蟹爪蓝要想养得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真木也就是活龙果枝条一定要先把它养壮了才行 只有这个真木养壮了,那么你这个结税才能养得忘 那么真木要想养得忘呢,就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火龙果我们一般的话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给它用上一点这种花生肤,也就是饼肥 然后呢,这种花生肤的使用呢,非常简单 我们不用服输,也可以直接用的 在捧土旁边呢,这个部位呢,给它挖松一点 然后挖个钩,然后呢,给它埋上一点这个花生肤 就可以,可以把它适当的捏碎一点 然后呢,给它埋回来 这样这样子埋整整一圈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这种花生肤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高甲的树下复合肥 这种的话,甲含量偏高是比较适合火龙果这种植物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呢 给它均匀的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用肥你的这个真木呢,才能够养得壮 那么这是第一步,要用肥养壮你的真木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呢,光照一定要合适 一定要做好一个调和 我们都知道,这个火龙果它是特别洗光的一个植物 但是呢,蟹爪蓝它又比较耐阴,它不耐强光 所以我们要想让植株呢,能够长得旺盛 我们首先要调和它的这个光照 最好就是给它建一下早晚的这种比较柔和的光照 然后避免中午的强光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蟹爪蓝的话呢,它一般如果温度高于25度的话 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温度高于30度,它就会停止生长 而这个火龙果这条它又特别耐高温 温度就算达到30度,它也能够长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要想让它们养得好啊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温度给调和好才行 温度我们最好就把它控制在15度到25度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蟹爪蓝和这个火龙果这条 它都是处于一个生长旺盛的状态 都能够养得非常的壮 那么这就关系到一个嫁接的时间了 嫁接时间大家一定要避开 夏季的高温和冬季的低温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在给它嫁接好之后呢 它是很难恢复一个正常的生长 会长得非常的缓慢 所以我们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啊 就是养护这个嫁接好的蟹爪蓝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好我刚刚说的这三点 那么你的这个蟹爪蓝呢 就能像这样呢 称称的冒新叶 是非常的旺盛 所以呢养护好这个嫁接的蟹爪蓝 我们首先要选择好时间 然后把温度光照 还有这个蒸目了给养状的 那么你的这个嫁接好的蟹爪蓝 就能够称称长了 然后新叶呢 也能冒得非常的旺盛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